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这一次呢 去西藏 然后呢发现有一位开房车的朋友 他到西藏走了一半 然后发现那个刹车失灵了 然后跑回来了 大概四十来万雨通的 然后现在呢他要卖房车了 他也就用了两个月 他说他这台房车呢要亏了二十万 亏了一半的价格 他说了买房车两个月 贬值将近二十万 这个伤害性极大 侮辱性也极强 这个观点啊 或者他的车辆的情况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呢这个车呢是雨通的 算是大厂家了 是一个B型的 2.0T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底盘的 那么自行室的房车呢 他这个用了两个月 也就去了半趟西藏 因为跑到半路嘛 还没到拉萨就回来了 那么他说的问题有哪些啊 首先一个呢 他主驾的座椅 可以调节的 副驾有两个座椅 可以转身的 但是没有座椅靠背的调节啊 这个角度的调节 没法调整 那他坐了那就笔直的 硬邦邦的 然后他这个坐垫呢 也非常薄 他说这个薄海绵 坐下去就碰到木板了 那像我们这样的厚的 就感觉不一样 那么他这个体验啊 还有什么体验呢 我来说一下啊 一个呢是下水 就是台盆 或者卫生间的下水 下水非常慢 他说我没东西堵住 他下水也非常慢 这我觉得很好解决 一个可能就是 他管子原来的管子很细 所以管子里面堵住了 或者弯道里面堵住了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他停的这个车子的位置啊 不平 因为下水道如果在右边的 你车辆右边低一点 那没问题 左边低了 右边高了 那堂水肯定是积水积在左边了啊 这个下水的问题 那么电动踏板 其实也是自伤税 有的电动踏板确实伸不回去的 很多的 因为它是伸在这里面的 只要有点泥 有点什么 食指卡在里面 就回不去了 这个是电动升车踏板 还有一个就是刹车系统 这个呢上次就说过了 它到西藏去 2.0T的呢 爬坡的问题还不大 挂低档 然后呢下坡的时候 它刹车 一直刹车发烫 所以它跑回来就是这个原因嘛 它刹车发红了 烧的烫的 那么他就说 他这个车子啊 自行室的做到4.5分 完全超过了这个原厂的设计了 超过了这个刹车的一个设计了 所以刹不住 那么板材用料 他说这个 他的房车啊 就像家装的这个材料 厚重 啊 就是不是那种轻量化的 像像现在欧挂 专用的 房车专用的 都是用轻量化的板材 他说他那台房车不是专用的 他说是家装的 非常厚重 然后呢 房车一定要用轻量化的 那么再说个保值率 就是他说 我这个房车 他说 40万 现在两个月就亏了一半 20万就没了 只有20万才卖得掉 你想亏个3万5万根本卖不掉 没人要的 没人接手的 那么我也谈一下 我这个突挂房车的这个保值率 我稍微聊一下 因为我也接受过几台 我也就是新的买来 有7万多的买来 然后过了半年多 一年不到 卖6万的 就亏1万的 那么我还有一台呢 是12万买的 一年之后呢 卖掉是10万5千 这个都是我自己体验的 就15%左右 第一年 以后每年10%左右 汽车也是这样的 第一年15%到20厘 然后呢 每年10% 驾用小车都是这种 我记得我用过一台车 最便宜的一台是 脱挂房车是5万 5万多一点 5万3 比如落地 就5万多一点 然后呢 也有一个做自媒体的 叫初一呢 把这台车 我用过这台车呢 他买走了之后呢 当时呢 亏了5千块买 然后他4万5千买的之后呢 他用了也是半年 多一点 不到一年的样子 卖掉 因为他有两个小孩 他带小孩 然后呢 他是4万块卖掉的 他又亏 他也亏了5千块钱 就是隔了一年左右 所以保值率的问题呢 就看你这个 每个车辆的情况 那么我给他分析啊 首先一个座椅 很值的问题 你是还是B型的 还是C型的 都是这样的情况 驾驶的舒适度 你坐在拖挂房车 如果像我比亚迪 唐DM开的话 我有什么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电动座椅调节 然后驾驶的话呢 就是ACC的 自动跟踪巡航的 就休门也不要踩 车道保持 方向盘呢 就搭一把就可以了 就可以 就是比较省心省力 然后呢 副驾啊 后排啊 都是有座椅靠背调节的 没有座椅靠背调节的话 你旅行啊 长度旅行 房车出去 你一跑 几个小时啊 坐车一坐 四五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都很正常 那么这方面 就是的问题 那么下水道的问题 跟他说了 还有呢 座椅的厚度啊 这个座椅厚度啊 说实话 板材是轻量化 欧挂坐的确实不错 座椅的厚度也是的 所以舒适性 人家毕竟几十年坐下来了 还是比较成熟的 包括卫生设施 我们每天洗澡的 卫生间会不会堵呢 其实蛮简单的 一个你要知道 你的地露在什么地方 停车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哪边高哪边低 那么会有一些头发 就是长头发 短头发是不会堵的 长头发呢 但是呢 这个下水道都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格 就是不是一个孔 它上面都有一个网格的 那么这些网格呢 远远要小于你管子 所以网格能漏下去的管子的出息完全能够走掉的 而且我们呢 基本上直接可以用灰水管接到下水道就可以了 那么就是从保值率来说脱挂房车的优势 包括前车和后车分开来之后呢 前车的后备箱啊都可以装不少东西 它的一个储物空间也大 那么我们的床是一米四十五的 那么床底下的空间也是很大 所以脱挂房车的空间又是 然后床是床 家是家 它是分开的 所以这方面的对比下来还是比较明显的 有些没有做功课 连西藏去一半的 然后买一台车 它两个月能亏二十万 这个也算蛮有本事的 所以说没有做过好功课的 你多少要交一点智商税也是正常的 可能 所以买车 都要做一些准备 去了解一下材料 还有现在房车是这个情况 很多配件确实国外的好 为什么人家发展六七十年 比如说我们房车里用的马桶 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品牌 那冰箱也是的 如果用蓝气的冰箱 它非常安静 因为它是气垫两用 也能用电也能用气 晚上根本你听不到咋音的 因为房车小 你休息的时候 冰箱如果在这个房间室内 它产生的震动声音都会影响你 这个蓝气的冰箱 气垫两用冰箱是 哪怕是用电的 也没有压缩机 没有压缩机就没有震动了 它是通过加热的方式来自能 这个也蛮生气的 好下一次跟大家再详细聊一聊 房车里面哪些配件很重要 没关系 报道 还有 是